我们的女生的左手要特别注意 很多情况我们会变成这样 男生摆好了 很多情况我们女生的这个左手太靠里 太去找男生的这个好像对抗的力量 卡住男生的二头肌 这个位置是不好的 太近了 太往里了 而且会推的男生就是很多男生变形 变形推过来 可能就是因为女生的这个力量太足了 产生男生的变形 那我们应该在哪里呢 我们应该男生摆好 要超出二头肌之外的位置 看中间二头肌是一个切分线 我们要在切分线以外到胳膊肘的中间位置 扩张比以前要更往外去走 而且是非常往外的 以前是在这里 现在出来这么多 男生的这一块位置 二头肌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而且是非常的两个人没有压力 不是感觉女生很沉 然后女生扩张完往外了以后 才会显得你的架行会更加的扩张 我们可以从后背看一下 可以看到 看 苏老师的手 是在二头肌的外面里的 这样的话女生的架行会更大 更扩张 而不要有这种感觉 像以前一样太靠领了 大家可以看到 会明显感觉变小了 左右是不太平衡的 不够扩张 我们再来一次正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女生的左手 一定要在我们的二头肌的外面 在外面 在外面 这样的话 我们两边的架行 才会感觉有撑住的感觉 就撑住的 然后再来一次 好